Lisa参加分码秀引起的舆论仍然在发酵中 最新进展是网传Blackpink的成员都会参加出席 但一无媒体出处 二无官方发声 这种小到消息的不靠谱感 正如我面对这件事从发生 到发酵再到如今的言论混战一样 一夜之间顶流爱豆要去跳脱衣舞啦 一期之间脱衣舞在粉丝嘴里就成为艺术 自由 先说结论我对Lisa本人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选择去跳脱衣舞 并不关心甚至这些天到处在议论她去参加分码秀这件事 也不是大家吃饱了闲的 开始操心起一个顶流爱豆为何突然选择了个人自由 我们在议论和反感的是以个人自由和所谓的艺术之名 带来的观念碾压什么意思呢 对Lisa来说作为一名成年女性 她当然可以自愿选择跳一场脱衣舞 只要决策过程不存在强迫和欺骗 哪怕她就算想要下海 只要符合当地法律 也没什么不行的 但问题在于Lisa某种程度上 不只是一名单纯的26岁女性 她是club圈的大式爱豆 是影响力远超普通艺人的公众明星 这就导致了对她而言是自由选择的事情 在舆论场上却如同一颗核弹 因为她风马秀出现在了很多人的视野里 许多之前对脱衣舞只是有所耳闻的普通人 深入了解了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然而越了解越发现 风马秀这类以女性身体 姿态为商品的脱衣舞表演 更够直接让人联想起 出卖身体这个女性物化史上 最深也最直接的伤痕 对许多人来说 脱衣舞像一个疼痛而耻辱的烙印 构成了一种情感上的冒犯或者说刺激 这只是她带来的第一重影响 紧随其后的是这件事 在粉丝圈子里炸起的巨浪 一个如她这样的寒谈和Kpo的顶流 广大青少年的偶像 她的选择和价值观 会造成超出个人范围的影响 因此这种向下的自由 她个人确实有 但她的一些身份却没有 就像人都有恋爱的自由 但贩卖幻想的爱斗恋爱禁止 这种身份和选择带来的悖论 就在这个时候激发出了 十分具有戏剧效果的舆论讨论 脱衣舞原来也可以是一种艺术 艺术 在Lisa保演的几场秀 具体细节流露出来之前 我们无法预测 她是否要脱 或者脱到什么地步 这是一种等待事实 再进行判定的基本尊重 但粉丝学不会这点 在网上风马秀视频 一搜一大堆 甚至知名如Daita的酒杯舞 都要脱到最后只剩三点 并有明显性暗示动作的时候 他们还能信誓旦旦 铁板钉钉 研之凿凿的告诉 这个互联网上关注的每一个人 这是艺术 他们不断赋予风马秀一些 如皇帝新衣一般的价值 从高端游乐场到人民的脱衣舞 从色情表演到性感的艺术 甚至扯上女性主义 现代价值和观念自由 有必要吗 要是真想看 大可以买票去看 但完全没必要扯着女性主义的棋 把脱衣舞弄成艺术 东亚文化语境下 Lisa要跳的那种舞 到底算不算艺术 其实没什么争议 假如真的是艺术 消息刚出来的时候 Lisa和粉末的应援组织 第一时间就应该是满世界转发海报 而不是先否认或观望 Daita著名的酒杯舞 艺术倒在美美的MV里 必须是阉割版才行 事实上 Lisa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讨论 脱衣舞是否是艺术的合适样本 因为她所拥有的选择空间太大 Lisa的规则并不是普通人的规则 Lisa的回报也不是普通人的回报 Lisa的这种自由选择万中无一 因此以Lisa为力区讨论脱衣舞是不是艺术 一定不会有恰当的结果 而现在的情况是 也没有人在认真的讨论问题 Lisa粉丝的基本盘 就真的意识先锋到动辄存在主意 说就女性自由这个程度了吗 鬼都不信 明明是老宝破大方 结果嘴比金刚石都硬 这种戏码大家见得多了 而我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他们把自由和女性解放当作工具 却支撑那点可怜的自尊不被击溃 这何尝不是一种斯德哥尔摩 粉丝心里难道真的就十分认可 风马秀就是艺术吗 不过是因为赖以信仰和维护的爱豆 选择了这样一条荆棘之路 他们也知道那是荆棘 但为了内心的自洽 不得不一遍遍地大声告诉自己和别人 那是玫瑰 我理解粉丝的心情 但不能赞成他们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 自由的向度 其实舆论讨论到现在 很多焦点都被模糊了 没有人关心Lisa为什么要去 也无人在意这场演出的成功与否 人人都在这个信息场里 找到自己的安全堡垒 扎营安债 重分陷阵 但颠倒是非不可以 观念碾压也不行 我始终认为 任何观念的推广 都应该考虑大众的朴素价值观 和复杂的历史经纬 就比如这个出现瓶子快 和Lisa本人一样高的自由两个字 自由本身是没有向度的 但现实让它有了向度 就如同我们知道 身体是许多女性的底线 从古到今 现实生活里血淋淋的例子 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普通女生 成为公侯的路锁死了 出人头地的路也布满了荆棘 唯有向下堕落 成为娼妓的自由之门 始终动开 然而那是深淵 身体之所以是底线 因为它曾经是 现在也依然是女性 在被剥夺了其他一切权利 以后谨慎的东西 它的物化是最后的物化 所以对身体的敏感背后 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 如果Lisa的粉丝里真的有许多女性主义者 那么更应该尊重这种敏感和历史精卫 而不是去吹笑她的保守和成就 去追逐自己所认为的先锋理念 身体和身体从来是不一样的 Lisa即使去分马秀表演 我相信她至少会拥有起码的体面 她会有蔽体的衣物 也有对很多过火的要求说不得全力 然而普通女生能得到她这样的待遇吗 卡姐为出名前的脱衣武生衙 拯救了当时困于家庭和生活的她 却也在精神上给了她极大的摧残 让她事后每每提起 都要反复劝诫其他女生 不要走上这样一条通往深渊的路 还有那些被贩卖 被暗网近拍的女生 那些沦落到一帮堕入虎口的女生 你拿Daita的成功和Lisa的自由 大声对她们说 托啊 这是艺术 你们在用一门古老的艺术养活自己 还迟疑什么呢 请问这和那些逼她们跳进火坑的恶人 有什么两样 在脱衣武俱乐部 Daita的成功万里挑一 Lisa的自由更是普通女孩没有 也永远不会有的东西 很多女孩在俱乐部暧昧的灯光下 脱掉身上最后一件衣物 也只能获得半条黑面包去养活孩子 结语 最后我仍然想再次强调 Lisa选择参加什么活动 只要自愿且合法 都是她的自由 不必苛责 但请别再洗了 脱衣武从来就特么不是艺术 也无关什么女性自由 这和代音一样 你可以把代音洗成人类繁衍的伟大发明 但是当这种伟大发明被推向市场 如同脱衣武作为一门艺术被推广至世界 当富豪们到处找女孩 准备将她们捆住手脚塞进麦朗黑市 或者丢进脱衣武俱乐部这扇艺术之门的时候 你在为Daita和Lisa鼓掌 但底层的姑娘们只能在黑暗中隐落 好了都别装了 你们心里不清楚吗 数起才是对的 脱衣服的时候毫无阻力 穿上去的时候千难万难 这就是现实 都别装了 脱衣武是艺术 出卖身体是女性自由 那么建国初期解放唱剧所倡导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在当下这个黑白颠倒的语境里 岂不是能被解读成姐姐妹妹根本不想站起来 脱衣武是艺术 所以我看个商业电影就被骂没品味 这届观众口味真不行 你看个脱衣武秀 看个擦边 SQ小视频就是在欣赏艺术 我还看到很多粉丝说 我自身来不避体 这没错 但她的下一句是摘取云上做孙音 赤裸不是一种罪过 赤裸本身是中性的 他们可以是恶俗 也可以是艺术 但是当我们在公共场域中讨论他的时候 需要时刻 箇文 可 东方 与乐 估讨论 想到 感谢 感谢观看